中國的經濟狀況 大概是一去不回頭 即便是台股現在的狀況看起來不錯 可是明年 好大家好 因為在趕我明年2024年2月 要欣賞的那本書 大家都很期待 那本書主要是講我這幾年來 有諮詢過的一些個案比較特殊的 然後把它寫成故事方式分享給大家 也讓大家看 我是要在諮詢過程中間 是怎麼樣去接盤的 然後甚至透過解盤 怎麼解決他們人生的問題 今天11月28 我們現在都要先壓日期 免得那個有人說 我講的事情是馬後跑 今天10月28 要進入農曆11月1號 會是在12月的13號 那進入到農曆之後 這個月會是甲子月 那我們在上個月已經跟大家說過 上個月的下半個月 它其實已經進入了這個甲月了 太陽化季 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 那就是幾個 太陽化季 即使你沒有很熟 紙波抖術 你都可以聽得出來 那就是幾個男人的戰爭 果然我們在下半個月 就是上禮拜 影片錄的上禮拜 我們就看到五個男人在那邊 在那邊嘴炮跟打仗這樣子 那我也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我那時候有po了 就是說一開始他們提出 會藍白合的時候 我馬上就po了 基本上根本就合不成 後面還有戲 那果然如預期的呢 我們就看到太陽化季了 記得很開心這樣子 也可以想見的呢 這個月會在國立的1月6號到1月10號 也就是農曆的11月25到29 農曆11月的最後的這個時間點 台灣即將要進入大選的最後了 那我的影片可能已經不能夠再講這些東西了 因為人已經剩下最後一個禮拜 都不能再探這些事情了 不過我們也看得出來說 在最後那個階段 也就是說真正進入了選舉的那個月份 它會是宜醜月 宜醜月是太陽化季 那我們在上個月呢 碳化季的甲子月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陡數啊 有長期在看我頻道都會知道說 我們在推算這些東西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 入水季 所有的化季才會是一切的動力 那化季所產生的地方 它會去推動 因為我有空缺嘛 所以我想要去填補嘛 那四化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是非常巧妙的 把這東西設計成連動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在看化季的解方 那就要看化路的地方 用化路來填補化季 上過我客人都知道嘛 化季就是空缺 就好像你肚子有空缺 肚子餓了要怎麼辦呢 要去找本來不屬於而多出來的東西 譬如排骨飯啊 譬如雞腿飯啊 那塊豬肉跟那塊雞腿 本來都不是我的 然後現在多出來了 我的肚子就不餓了 所以呢 太陽在化季的時候呢 解方會是連真化路 什麼叫連真化路 叫連真清白鴿 也就是啊 最後大家會根據的規則 之後原本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得到說 最後這幾個太陽化季的人 原本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 這個連真化路呢 開始去讓這個想要當王的這個大偷 開始回歸到正常的狀態 然後呢 開始一切啊 會回歸到一些比較正常的情況 這個是連真化路去補了太陽化季 那我們也看得到說 在以台灣來講 那因為那個那幾顆太陽鬧完一輪之後呢 唯獨台灣這次選舉有真正在選區的 有提出國政的 而不是只是下架誰的 這種好像在吵架一樣這樣子的論點 民調啊 不斷在攀升 攀升到我甚至都覺得啊 我可能要改一下 我之前曾經判斷了 那個台灣下次選舉立院的情況 要三國鼎立 現在可能即便是三國 另外那一國 可能也是很小的那個屬漢的國家這樣 小到不能再笑 ok 但是呢 連續的最後的這個太陽化季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最後的比拼 因為現在的男人都敵定了 最後的比拼會是努力 努力在比拼 也就是台灣選舉在最後的那一波 基本上呢 就是這一些副售的聲量在比拼 那這個是目前啊 可以看得出來 差不多台灣的選舉 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 剩下最後在比那個立院的席次而已 那我們也可以想像的到啊 剩下的到明年的最後的這個幾個月呢 明年的這個太陽化季 已經開始在提升了 那當然呢 明年的主軸是聯爭化路 所以呢 它開始不斷的去影響我們 那對於當下我們在這個月 因為個人會碰到的情況會是什麼呢 個人會碰到的情況啊 或是啊 講到這個 你會覺得這屆的雞麻將特別好看 它也是一個聯爭化路的情況 那還有無曲化科 這屆化了不少 而且回歸到我們個人來講 如果說啊 你的聯爭心啊 剛好啊 會在你的命工 財博工跟官陸工 這幾個工位 尤其是財博工 那在這個月份呢 為了接下來下半年 我覺得中國的這個經濟狀況 大概是一去不回頭了啦 不管小道消息說的 或者是說我們揣測的 或是怎麼樣呢 那個美國大概也很難 真的去提供給中國部署 那一去不回頭的情況之下呢 即便是台股現在的狀況 看起來不錯 可是明年勢必受影響 房地產啊 還有那個 尤其是辦公室的 這個房產明年都會下降 那這個其實都會是影響到我們的 這時候點呢 其實尤其到年底 如果你的年底 把自己的這個投資等等 整理一下之後啊 開始建議大家可以往 比較穩定的 這種配股配息的方式去配置 然後呢 到了年底 林真化路 不要再做一些 這種比較擴張性的投資了 一切都以穩定為主 那如果林真心呢 在六清工位的話 就會建議大家 這個時間點呢 多跟這方面的聯絡 譬如說林真心 在父母工 就建議多跟自己的父母家人離系 然後如果是在夫妻工呢 老婆當然是要每天晚上聯繫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家裡的事情都要做有沒有 聯真化路 對不對 該要做什麼就要努力去做什麼 如果在撲一工 這是一個會交到好朋友的時間點 再來如果是破君心 破君在這個月畫圈 接系著明年一整年破君都在畫圈 所以呢 如果你是命工 冠軍 財博工 甚至是福德工的人 往往會在這個時間點啊 尤其如果說 你還有碰到煞行的話 往往在這個時間點呢 你會希望 你的人生有所改變 不過我們建議大家 這個時間點 我們想想就好了 真正動手的時間 把它放在明年 不要放在今年 因為你的破君畫圈 只有一個月而已 你後面還有下一個月 要觀察 那進運線之後呢 真正在影響 運線出現的時候呢 通常要過農曆年 大概1月2月之後 它才會開始明顯影響 所以現在可以當成是 開始計劃 然後開始打算 可是不要實際去動手 不要實際去做 因為不要忘記了 破君的對面必然有天象 那天象那顆星 很高機率的碰到畫技啊 碰到會煞星 它就會出狀況 所以要注意一下 尤其如果說 你有創業的想法 然後呢 你的破君星呢 剛好有疊在 本命的紙鐵上面 那這個時候都要 必須要很小心的 如果說破君星呢 是在六清公位的話呢 建議在這個時候啊 如果你的破君 原本就有畫路了 然後現在這個月才畫圈 一樣的 然後就跟各方面的朋友聯繫 如果單純畫圈 那這個月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跟他們聯絡 免得呢 容易產生一些紛爭 再來是五曲畫科 五曲畫科呢 在這個月份 就是一個花錢的月份 不管他放在哪個工位 你就花錢在他身上就對了 你就會在那個部分得到一些讚賞 譬如說 夫妻公五曲畫科 趕快 如果你老公 他流年夫妻公有五曲還畫科 要趕快把這段解給他看 叫他花錢買東西給你 那如果是自己的命工 觀念工或財博工的會建議啊 在這個月份呢 因為我們不建議不要再做很多什麼很大的投資啊 或是很大的改變 所以在這個月份呢 這個花錢 盡可能就花在自己身上 多做一些學習 然後多做一些充足自己的事情 那這個五曲畫科呢 也會為自己啊 帶來一些想法名聲的機會 最後一個呢 是太陽化劑 太陽化劑坦白講 如果說你是落在你自己的工位裡面 在這個月份呢 你就相對辛苦一點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啊 努力啊 然後奔波啦 尤其是太陽如果 對面是太陽的那一組 這個月就很奔波 太陽如果 對面是天良的那一組呢 這個月也很奔波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呢 這些辛苦啊 最後啊 都會得到一些回報 那如果說 他是在六七公位上面 也會建議 你在這個月份呢 少跟那些六七公位 譬如說 太陽化劑在夫妻公 這個月啊 比較容易跟老婆吵架 那你就要盡可能讓著他 在蒲育公 也比較容易啊 會得到 覺得你為朋友付出 但是呢 沒有得到相對的回報 坦白講 當這種 要有主導意識的 這種 像太陽 太陰 這樣子的星藥 像我想要主導事情的 這樣的星藥 或是像天良星啊 這種 雖然叫做照顧你 可是呢 照顧過頭就是控制 這類的星藥 只要碰到化權或化劑 然後只要放在六七公位 坦白講 我的解方都是啊 我們本月少言弱 因為你忍不住 我想要關心他 你忍不住想要為他好 但是忍不住的呢 彼此就會起衝突了 所以就個人來講啊 這個月份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盤 然後呢 看看 剛剛所說的 這些公位 這些星藥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 台灣剛剛所講的那些星呢 本命盤可以算 柳林盤可以算 如果你會看柳葉盤 柳葉盤也可以算 可以幫助大家 比較有一個好的方向 那一樣的 在農曆年前呢 台灣整個主軸 即使是現在啊 看起來選舉大概就底定了 可是我們在底定了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知道說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為了未來的時間 我們去做好的分配 因此呢 在過年以前呢 我們也順便拍了一支 大家可以期待 就是啊 告訴大家 過年要大掃除 大掃除完之後啊 要怎麼樣呢 讓自己的明年會有個好運勢 因為明年太陽花季 那你看看那些彼此鬥爭的男人 是不是明年呢 就是很容易啊 會有人跟你要去搶這些東西 搶發源圈 不要覺得你是女人就沒事哦 太陽不見的只有只是女人 而是他指的就是 主導權被干擾了 主導權被干擾了 廣泛來說 叫做你容易碰到笑人 所以我們會近期也推出一支影片 告訴大家 在風水上面呢 怎麼樣 要趁今年 那個大掃除完的時候 擺好家裡的風碎 明年防笑人 那最後 那個有加入會員的朋友 我們會在那個會員頻道裡面呢 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流年命工今年做什麼 然後你這個月份 要特別的注意什麼事情 以及這個月份做哪些事情呢 會為你帶來好運 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我們就會看得到了 會員專屬的月運 會比較專注在啊 每一個人自己的這個命盤上面 當然我不知道你們 每一個人真實的命盤 但是呢 指揮斗數呢 會把人啊 主心盤分成基本12種 我們會針對這基本12種呢 來去做討論 並且呢 是針對你流年的命工 告訴你說 要注意什麼 以及你做什麼會更好